今天中共最高檢察院通報稱 傅政華攝授賄 詳思枉法一案調查終結 傅政華因攝授賄罪 詳思枉法罪被逮捕 上月31日中紀委通報傅政華被開除黨籍 開除公職 當時通報宗旨傅政華從未真正忠誠於黨和人民 政治野心極度膨脹 參加孫力軍、政治團夥等 其中傅政華參加孫力軍政治團夥部分 是中共官方首次披露傅政華投靠孫力軍 此外傅政華任中共公安部副部長和司法部長期間 發動多項全國性迫害法輪功的行動 在2015年709律師案 也被指是傅政華和孫力軍一手挑起的 傅政華在任職期間積極參與迫害法輪功學員 不但被海外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追查 被海外名為網點名 還被法輪功學員舉報到29國 環境地圖 環境地圖 調控制 調控制 軸地圖 調控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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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 火